吴林朗我们游民桑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花莲县议会的质询 那么苏花改通车之后加上连续假期 车潮涌入花莲市区 也因为停车不易造成交通上的混乱 民众可以说是抱怨声不断 希望县府能够多新建提车厂来解决交通上的问题 那么另外针对花莲市殡仪馆迁移 和寿峰五权公墓生命园区的新建 先议员叶昆景希望县政府来解决地方上的问题 由于市区的建物开始新建了 提供住户停车位也相对的不足 另外连续假期车潮涌入花莲市区 停车可以说是一味难求 先议呶叶昆景建议县府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第一个议案有关于就是我们花莲 近期当中显现的交通的非常的纷乱 非常的乱 同时也拥挤 造成不管游客的埋怨也好 或者是我们本地县民大家的一个厌言也好 我想再一个希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华夏的新建如以后春筍一样 这样子的话大新的土木 所以造成住户有房子有车子但是没有位置 所以在这边也特别的也呼吁就是有关于我们花莲县政府 针对于这一个交通混乱的问题应该提出改革的方案出来 那同时就是有关于大楼的新建 他们都是因为有一个大楼新建50户 但是其实只有提供12户的这个位置停车位 所以严重的不足 所以我想在这个的部分我们请县政府研议 能够来修订相关的建筑法规 然后来提高容积 奖励容积 然后诱使我们的建商它能够 然后这个如数的足够的这个停车 多少房间盖多少的停车位 这样的一个情形才有办法 这个来解决花莲的交通 要不然你纵然是提供再多的停车位的话 也不足以让所有的住户跟这些的 这个用路人来停放车辆 另外花莲市立殡仪馆迁移的问题 以及收封向武权公募生命园区的规划 也请县府拿出魄力来 关于我们就是有花莲市立殡仪馆的迁移问题 因为香榭大道即将在明年二月即将完工 所以如果是东面这边的出口的方向就面临到这个殡仪馆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雅 所以我也是认为我们殡仪馆的殡仪势在必行 那我夺胆的建言就是说因为在谢森山县长任内的时候 他已经推动规划了二十七公尺的生命文化园区 在收封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来推动在生命文化园区的启动 然后把武权公募跟武权纳姑塔都把它做一个迁移 因为武权公募到目前为止 它的土地使用还是农地并不是墓地 所以我想既然让我们的先人住的话 也要有住合法的一个房子 虽然它的纳姑塔庭换的也要有合法的一个执照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形之下 建请县政府它能够早日的落实开发 有关于生命文化园区的一个推动 然后让我们武权公募跟武权的这个纳姑塔 都可以做适度的一个把它迁移 以能够让整个一个太平洋公园 可以整个油气的地带等个连贯 同时让整个一个武权纳姑塔的部分 能够得到一个实质这个民困 能够让我们的先人 他能够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所在 先言邀请表示 武权公募规划生命园区 可以说是十多年来的问题 希望民政策能够拿出公募德的心 来面对长年的问题 让先人能够安心在这片土地上 记得久远 华世伯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